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谈谈日本捐赠给台湾疫苗吧 这个也是头条新闻 也就是有一些新闻我们之前也有 那今天已经正式的可以谈论这个事情了 日本捐赠台湾一部分AZ疫苗 我们先看看这个新闻的报道 首先先看看之前这个新闻 日本三千万剂AZ疫苗占不施打 部分渴望6月共胎 根据日本后省劳动省网站与日媒报道 日本政府已够的COVID-19疫苗 包括美国药厂辉瑞疫苗 将在今年内到货1亿9400万剂 2月起已陆续到货 与美国药厂莫德纳疫苗 5000万剂将在9月底前全数到货 日本政府也与英国阿斯特杰利康药厂签约 购买1亿2000万剂疫苗 其中3000万剂已经到货 另有9000万剂由日本国内药厂生产 日本购买的三家药厂疫苗共计3亿6400万剂 日本总务省统计局资料显示 日本总人口约为1亿2536万人 日本正在施打的辉瑞与莫德纳疫苗共2亿4400万剂 已足够国内16岁以上民众施打2剂 而AZ疫苗方面因海外有报道显示 接种后少数会出现血栓的案例 日本政府目前将AZ疫苗排除在官方安排施打疫苗的对象外 等于有3000万剂AZ疫苗现货尚未决定用途 茂木5月2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将超出日本接种对象人数的疫苗提供给其他国家与地区 包括台湾 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日前也说 日本政府正讨论提供部分AZ疫苗给台湾 因AZ疫苗相较辉瑞及莫德纳更容易保存及运送 昨天日本人首相说将把在日本制造的疫苗当中约3000万剂 透过COVAX捐给各国或地区 首相未提及台湾但今茂木接力表态 指出台湾对疫苗有紧急需求正协调 以本月提供台湾疫苗为目标 另外日本每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政府正与台湾方面协商 方向是6月下旬提供台湾疫苗 提供方式透过COVID-19疫苗全球获得机制COVAX 但日本政府考虑不透过COVAX直接供应给台湾 至于提供台湾的疫苗数量 日本资深媒体人撰文披露 日本政府一开始打算免费提供100万剂 但被认为太少 有国会议员主张提供1000万剂 希望尽可能多送疫苗给台湾 才能对台湾在311日本大振载时的援助报恩 另外一篇报道是 日本捐124万剂AZ疫苗给台湾 台南市长黄伟哲三日晚间 率先透过脸书宣布 在台南日本人优先施打疫苗 被质疑以中央流行指挥控制中心 公布几种顺序不符 黄伟哲说 中央并未反对且这是民间友善象征 这批疫苗台南约可分到5到6万剂 台南日侨700多位 疫苗量足够 黄伟哲表示 日本首相提供台湾124万剂疫苗 这是日本对台湾非常正面的反应 因此他认为台湾也应该善尽朋友的义务 当疫苗分配至台南时可以优先让在台南的700多位 日本侨民率先施打量能完全足够 相信国人同胞也会肯定台日友好的表现 好两篇文章 一篇文章是说日本之前他就有3000万剂疫苗 但是日本和韩国差不多 他们刚开始从英国建立点疫苗 打了一点以后突然就停了 停下来以后 日本政府又获得了一部分的叫自己生产疫苗的权利 也就是AZ呢 他把配方卖给了日本 就你自己配吧 我把配方和原材料给你 你在当地生产 这样减少了一个运输环节 或者是在运输过程当中温度的变化呀 可能会导致失效这样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AZ他在很多国家 他现在都是卖配方 你看印度配的也是AZ 韩国好像也有配AZ的 日本也有配AZ AZ他生产出来这个配方之后 他自己做了一部分 然后就把配方卖出去了 你们自己配吧 配完以后 你们就在你们那国家里打吧 大概是这个情况 那日本和韩国是一样的 就是他最初他进了一批AZ 但是中间已经停了 日本是不打AZ的现在 韩国也不打 美国也不打 加拿大也不打 以色列也不打 很多我们知道这些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 他们之前都是最早一批就进了AZ疫苗了 但是由于在欧洲突然出现问题以后 都停在那个地方 停下来以后就暂时不打了 就放在那了 然后这些疫苗他们都在近期在5月份 从4月到5月份都准备把它捐出去 因为你不打了以后 你不能原野科在那了 让他过期了 时间是放长了以后就完了 就变臭了 所以都在陆续的往外捐 有一些就捐给COAX 让他去分配吧 非洲啊 很多那些不能生产疫苗的国家 大家分配就完了 一人几百万几百万分出去了 台湾之前也分到了一点 也不是没分到 关键台湾是跟老百姓说他是买的 骗人这是 都是分的 那日本呢 他是 这次他把124万剂 他不用透过COAX的 就直接给你就完了 他已经说的很明确了 就直接给你 因为你需要嘛 你需要的话 民间需要 他不是说政府需要 其实他这个文章里面 能看得出来啊 日本向台湾捐赠124万剂AZ疫苗 他是感谢当年311日本受灾的时候 台湾人民给他们有大量的捐赠 台湾人民还是非常有善心的 当日本发生灾难的时候呢 台湾人民很多捐款过去 这个应该能看得出来 那这些捐款呢 是来自于民间 这个日本政府他知道 来自民间和来自政府 都是不一样的 来自民间通过一些基金会过去 所以他这次呢 他很明确的就是说 我给你这个疫苗 我是感谢当年台湾人民 对我们311灾难的一种报答 报恩吧 所以呢这个动作 就从日本里面捐过去了 其他也有 只不过日本这次呢 由于谢长廷在那个地方呢 谢长廷要造一个声势 就要造一个新闻 因为前面他说 日本这个核废水排放的事情呢 被台湾老百姓一顿臭骂 骂的现在呢 谢长廷他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 现在日本有这个动作以后呢 他马上照一张照片到机场 这样呢 给自己就是 把全面这个事情给抹一下 让台湾人民对他不要太愤怒 这个是正好他这个政客啊 就插进去了 也不见得就是谢长廷的功劳 即将近两天中天又乱了 中天就说 有报道说 这是赖清德的功劳 说赖清德认识日本前首相 瞧的这个事情 也有人说 这是蔡哥哥的功劳 蔡哥哥在直接跟日本联系 都不是了 这些都不是了 我觉得本身日本他这批疫苗 他就要捐出去了 所有国家都在往外捐 直接捐 或者透过这个COVID平台捐 反正都要在近期捐出去 因为他有效期啊 不能放的时间太久 因为他们之前早就定了 不打了 这批疫苗一定要给他处理掉 在国内是绝对不会打的 所以他捐给台湾一部分 西藏廷呢 利用了这次机会 给自己造了个声势 大家没说什么 可是呢 不光西藏廷在抢镜头 赖清德也想抢镜头 当然没有什么赖清德什么事了 蔡哥哥也想抢镜头 说呀这个是蔡哥哥的功劳 不管台湾叫什么 大内宣也好 大外宣也好 就开始万七八糟了 所以这个日本捐赠疫苗的事情呢 是众多国家向台湾捐赠疫苗的其中之一 只是呢他做了一个媒体宣传 另外因为谢昌廷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有一个叫定点媒体宣传 其他国家把疫苗捐给你了 就捐给你了 就不说了 你拿去吧 因为他捐了很多 或者COVAX给你几个就给你几个 没人再继续才去管了 你骗老百姓说你是买的 那是你的事他管不着了 没人管这事情了 但是谢昌廷这个事情呢 他可以利用这个做一把宣传 就是爆一下光吧 这个是属于这种政治操作 所以现在陆续的在西方国家呢 大量的AZ疫苗都在捐赠 全部都捐出去 必须尽快的捐出去 否则有效期就过了 那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篇文章里边呢 就说黄伟哲啊 他说由日本的侨民先打 他觉得好像自己特高尚 看怎么样报答一下 可是昨天网友就有说了 黄市长日本人不打AZ AZ是给你台湾人打的 如果真的有在台南有日本人 他坐个飞机两个小时飞回去 他们打的是辉瑞和莫德纳 他才不打AZ呢 所以这个黄市长呢 看来对国际形势缺乏一些了解 做一做功课 现在你让这些发达国家 没有一个人打AZ 他绝对不打 他能回去 如果是日本人的话 日本侨民的话 能不能去日本呢 他显然是可以的嘛 如果他回到日本 他打两针辉瑞 他绝不打AZ 所以你在台南那个地方 你就把这些AZ 你也不用打破什么规则了 你就给台湾人民打吧 日本侨民他不打的 他才不打AZ呢 这些发达国家在五月份 我前来都说了 他们一个是从老百姓的 只要一听说AZ掉头就走了 不玩 这边也允许你就是你选择AZ有副作用 虽然比例有一定的比例 虽然没有那么高 但是谁知道呢 这个比例落他头上 所以在西方国家 美国也好 德国也好 日本也好 加拿大 还有以色列等等等等 这些发达国家 AZ在五月份都已经 四月底就开始了 就不打了 停打了 不要了 把他给出去 最好给到非洲那边去 台湾你要要呢 就给你一点送给你 他们不会收钱的 所以黄市长啊 先了解一下国际形势哈 他们日本人已经知道的 日本是不打AZ 你们自己打吧 没有人捐赠辉瑞给台湾 你放心好了 辉瑞可没有人捐赠 因为大家都在打辉瑞 和莫德纳 这两种是同一个类型的 同一个配方 而AZ和Johnson呢 他是另外一种配方 中国的又是另外一种配方 台湾自己的也是另外一种配方 都不一样 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目前从评论上来看 西方国家这些大官们 他们打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辉瑞 一个是莫德纳 他俩一样 没有太大区别 其他的这些西方国家都不打 中国那边我们信息不太了解 但是我们看中国 他已经打了上亿人了 他依然很好 说明他的疫苗 应该也是成熟的 至少从目前来看也是成熟的 另外中国 他在研究疫苗方面 好像走的还挺快 因为中国首先在之前呢 我就看到他们有一种疫苗 就是一针 一针下去就可以了 跟你两针是一样的 这个在西方国家现在还没有 再有他们现在有研制出新的疫苗 就不是打针的 直接往这里喷的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中国他在这个疫苗的研制方面 应该不落后 我认为应该不落后 但是外面的报道很少 有些事情呢 应该属于高科技的 所以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时间长了 拉开了 你就能看得出来 这些人他们打了这种疫苗 最后看结果吗 就是看最终 他这个群体免疫如果真的形成了 那就说明他是好的 如果没有形成 那就说明有问题 所以在中国那边消息呢 我们再等等看 有一些小的新闻在走 但是新闻很少 我呢暂时先不做评论 只是观察一下 那今天比较热闹的就是这个 日本捐了一批124万剂疫苗给台湾了 注意捐的啊 没收钱 这笔钱他挣不到 因为日本政府很高调的 公开的告诉捐给你的 我直接给你发货 我不通过COVAX 你就没有办法说是买的 对吧 直接给你 新闻已经说了 送给你的 这笔不能贪污 其他的不一定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 蔡哥哥又表示说 日本捐赠疫苗扰乱了他之前的部署了 他也没说他之前有什么部署 如果按这么一说的话 他之前可能有一个部署 就是你别给我 你别说捐 你就说卖给我 你就偷偷的给我 你不要公开的说 这可能是他之前的部署 或者说你就别给我 你就假装中共捣乱 你就是不给我 我呢国产的我准备上路 这可能是他的部署 对吧 所以这个台湾政府呢 这种偷偷摸摸 偷鸡摸狗的事情呢 这么明显 日本人应该没配合他 我捐就是捐了 我干嘛配合你啊 我干嘛要掩盖啊 311灾难的时候 你们不是也给我们援助了吗 那我也给你援助啊 这个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很简单 很通透 无可置疑 他也明说了 我们不打了 我们这批不要了 给世界各地 给一部分给你 然后还得给别人都给 不是说就给你 再不捐出去就过期了 就完蛋了 拿来做慈善还是可以的 至少在有效期内 还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新闻比较热 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昨天我们说了 在总统府的上空气笛喇不声 滴滴滴滴滴在那儿滴 那昨天就把路就给封了嘛 就不让你滴了 你滴不了了 蔡哥哥不想听到你们说话 那今天是不是那个路还封着 我也不知道啊 另外我看到他们发起者呢 就是每天路过总统府滴 就要滴他 能不能滴得成 现在不知道 因为现在他会做设防 他会阻止你啊 蔡哥哥阻止老百姓抗议 他还是有一套的 你看到现在有多少人在说 能不能再有一次红山军 红山军运动 起不来 另外 红山军那个时候 在陈水扁爆发红山军的时候 有两个特点啊 有一个特点是 民进党内部在陈头 比方说当时的施明德 施明德是民进党人 对不对 另外呢 那国民党呢 也在换上红衣服也进来 国民党也参与了 所以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联手的情况下 轰出了那么多红山军 你比如说当时姚立明 姚立明他就是蓝军的人嘛 那他变成了红山军的一个什么 主要的领导人之一 穿上红的衣服 扔掉蓝的 穿上红的就变成红的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有两大政党的一些主要的领导人 在推动这个红山军运动 就是要捣扁 扁那个时候呢 就是自己捞钱呢 你不让别人捞一点呢 所以他们就捣你 而这次蔡哥为什么这个红山军运动起不来呢 两个原因 第一呢 我觉得他用特务的说法呢 他压制住了 不让你动 第二呢 蔡哥哥呢 比陈水扁呢 稍微点不同就是 你国民党的上层 你要钱我也给你啊 民进党这几个深绿 你要钱我也给你啊 我给你点啊 行了吧 你不闹了吧 把这几个人给点钱 再有呢 把这个绿营的这个头 所谓能翻车的绿营的头 赖清德 踩在这呢 你在这呆着 这个龙头不动的话 底下动不起来啊 几个大佬 我让你当资政 让你当顾问呢 你要弄我什么 我给你点钱 养着你行不行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民进党内部 拿钱的拿钱 被踩着踩着 民进党内部绿营起不来 国民党现在也不碰 哎 反正你给我分我一块大饼吃 我就不说你 就像江挤神说了 你挣钱 我们没意见 我们只要活命 对啊 你挣钱他没意见 那行了 那你要要活命 我给你点疫苗 你不就解决了吗 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 所以现在洪山军这个运动 很难起来 起不来 刚才有网友发简讯问我说 我昨天说了 我说蔡哥哥这个政权 不像某某国民党人说的 他已经摇摇欲坠了 我认为他没有摇摇欲坠 然后他问我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蔡哥哥他整个的用心 都在巩固政权 他把一切的手段 特务的手段 金钱的手段 拉拢腐蚀的手段 威胁利用 威胁的手段 都用在保护他的政权 这个地方了 至于疫情 经济 伦理道德 跟他无关 他才不管呢 所以他把用心 都用在这个地方 如何让他皇帝的位置坐稳 他就能坐得稳 这很简单 老百姓你再愤怒 老百姓没有办法 老百姓你也不可能冲进总统府 你冲进去了 他也把你抓起来 对吗 除非在台湾出现了陈胜吴广 除非这个东西 除非出现了张学良 否则的话 他不怕你 他已经把这个周围里 所有的这些特务都安插好了 军警都安插好了 所有的制裁都安插好了 你一动我就收拾你 这种戒严手段呢 和北韩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他的态势已是稳的 至于老百姓的愤怒有多少 他才不管你呢 他知道你愤怒 他知道你没偷的票 他知道他的票是做出来的 我就做了 你有什么办吗 他知道国家机器好使 用国家机器镇压百姓 所有的国家都是成功的 没有不镇压的 哪有不镇压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老百姓的愤怒 仅仅是老百姓的愤怒了 因为现在没有反对 当然有网友 在我们这里底下留言说 车队里边看到了新党的旗子 那不是反对党吗 不是新党主义 新党不是反对党 我们从政治结构来看 什么叫反对党呢 执政党就是在立院里边多数的 对吧 现在这个蔡格格政党叫执政党 反对党的定义呢 就是在议会里边依然有席位的 那个党叫反对党 有席位你反对的 就是有席位你在议会里边 你是能说话的 你能提出议案的 这个议案能不能通过 这些不说 至少你是能提出议案的 因此我们在书本上 把在议会里边有席位的少数政党 定义为反对党 所以如果反对党 你真要反对他的话 你是有能力的 而且反对党的功能 之所以把你叫反对党 你就是要反对他 而现在这几个反对党 你看看 国民党反对蔡恶吗 不反 柯文哲反对蔡恶吗 不反 柯文哲就疫情的事情发牢骚 时代力量反对蔡恶吗 当然不反了 时代力量 激进党 这都是小绿 包括柯文哲 这都是小绿 小绿他不会反对他的 就是在大是大非上 是绝不反对 小的有一些议题的议案的争议 这个那提出一些议案 这个随便你提 你提就怎么着 这些议会 这些议会 就是你也是政党 但是你没有席次 你没有议员 我们在书本上把它叫做在野党 在野党 你只有在外边说话的权利 比如说你在大马路上聊个旗子 你只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的议案送不进去 所以叫在野党 因此呢 我之前说反对党不存在了 不是指在野党 在野党在外边像没有席位的党太多了 按照某些台湾朋友们告诉我说 上百个呢 对吧 都叫在野党 席乐岛不也叫在野党吗 就在野党对执政是没有任何威胁的 因为你只能说一说 而且现在在台湾的新闻是封锁的 媒体不报道你 那你还能起什么作用吗 只能在大街上摇摇旗子 只能在一些自媒体说一些话 仅此而已 所以在野党没有用 我们说的是反对党 你能送议案进去的 你有席次的 你有表决权力的那个党 叫反对党 而反对党的功能就是要反对执政党 他们做不到 所以就没有反对 再有一个小新闻呢 就是也是新闻上看到就不读了 蔡丁贵 蔡丁贵的人呢 前一段时间 几年前 经常上节目 他是这个 意思说好像台湾独立的一个 声音说的很大的一个人 消失了一段时间 事情突然冒出来了 我一看 这个名字怎么出来了 这个名字出来以后呢 主要是他说 他自己打了两针辉瑞疫苗了 但是呢 他呼吁台湾的百姓去施打台湾这个台湾产的叫国产疫苗 这个叫什么事啊 这个很显然 蔡丁贵是被蔡哥哥给收编了 和蔡哥哥说的口气一模一样 但是为什么被网友骂呢 你自己打完辉瑞疫苗了 完了他说我不能打国产疫苗了 因为我已经打了这个了 但是你们打 蔡丁贵几年不见变成这种样子了 这种伦理道德水平还能再出来说话吗 如果都这水平的话 你抬什么毒啊 你当时瞎喊什么呀 你喊了半天 所以这个绿营有一些人呢 都已经被蔡哥哥给收编了 他蔡丁贵今天还喊台湾独立吗 不喊了 再也不喊了 本身他已经喊够了 那个嘴巴已经被封起来了 现在蔡丁贵冒出来 就是替蔡哥哥说话 就是你们老百姓给我打国产疫苗 但是我不打了 我已经打辉瑞了 还不如不说那这种话 让人骂 干脆就拿着一笔钱走人就完了 爱去哪去哪吧 反正这些绿营早就不存在了 本来就没有了 一部分趴在石破群底下在那啃的 也就这些人 能干点什么事呢 也就是替蔡哥哥维护一下他的统治 捞一点自个儿的好处 到此为止了 你看现在这些人有站出来反对 蔡哥哥这个独裁统治的吗 绿营的 我说绿营的 没有 不反对 那就说明他们当年那个绿 那是假的 所谓台独也是假的 都是假的 骗 如果台独就是独裁的话 那就明说了就完了 那你还说人国民党干什么 现在这个民进党臭大街了 这些小新闻呢 在网络上有讨论 我也看了看 我觉得确实也没什么新鲜事 就这么点小事 老百姓再等一等看看 还有没有多一点的疫苗过去 因为现在就这个日本给的这点疫苗呢 不够 不够这些一线人员打的 真正等到老百姓能打的那天 我想他还是控制住了一个数量 这个数量就是说 你老百姓别想碰这块 我近这一点 我先把这些一线人员给弄完再说 老百姓你等着 老百姓你就得给我打那个国产的 跑不掉 昨天我讲了 我们再看郭台铭这五百万计 进得来吗 张亚中那个进得来吗 我们再看 看他做成什么样 然后我们再说 我认为这里边问题都多 网友们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新闻线索 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络 我们会继续保持 就疫情这件事情保持关注 如果有新的话题呢 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 分享我们片面的观点 未必正确 进攻参考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